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 聯同十幾個長者手持還押 去到政府總部外請願 去要求政府加強供應牙科服務 並就長者牙科醫療問題作長遠規劃 有代表就說 現在長者牙科醫療服務供不應求 很多長者要通宵排隊輪籌 情況苦不堪言 長者身為剝牙非常困難 在外面的私人就很貴 又要排隊 但是政府看不到有甚麼幫助我們 所以輪候太久了 立法會議員麥美娟就說 本港現時有十一間政府牙科診所 但只能夠提供每星期一至兩節 牙科佳證服務 出現供不應求的情況 加上提供的服務不足 只是包括止痛和剝牙的服務 而關愛基金 對長者牙科資助項目要求太高 令到受惠的人數不多 所以建議政府推出長者牙科醫療券 以解決問題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鄭漢成報導 總部 好